欢迎来到小哥播报,看热闹更看门道,我是播报员洛哥 上部影片我们回顾了稻奇球团找人的眼光以及如何改造球员 但稻奇近几年的阵容都很强,为什么前几年常常一轮游,今年却可以夺冠呢? 本部影片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回顾历年阵容,后半部分则着重于心态面的分析 以下名单是除了缩水赛季以及打进世界大赛那两年以外 列出了2013年以来稻奇机游赛的最主要核心球员 可以发现2013到2016年,主要的先发投手是一道季欧赛就会软手的柯肖和Green Key 打者说实在也还不是那么强,牛棚也只有Jensen较为主力 所以这四年季欧赛走不远很正常 另外2023年是先发投手真的太烂,被打爆不意外 所以其余提早被淘汰的年份,比较强的阵容是2019、2021和2022这三年 然而2019和2021面对到的是后来夺冠的国民和勇士 而且也分别打到系列赛最终战和倒数第二战才被淘汰 所以并不是稻奇打不好,那就只剩2022年 当时是一胜三败在首轮被教室淘汰 但当时教室的阵容也有打笔修 Joe Musgrove, Black Snail, Many Machado, Huang Soto, Josh Hader 以及Robert Suarez等一级球星 而且教室又非常擅长打气氛野球 一旦被他们打出士气往往很难挡住 但今年稻奇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被不看好 Mansi和Kike对此都感到不服 还有,或许因为有大谷的关系 道奇今年季后赛受到瞩目的程度又比以往更高 这两点原因很有可能激发了他们的韧性与斗志 包括对教室陷入一生二败退无可退时 第四战先是早早打爆对方先发投手 第五战三本也靠着全队给他信心搅出好投 以及面对杨基第一战最后一局再见逆转满冠炮 还有最终战落后5分的大逆转 再加上大谷受访时说的 这支球队的球风就是不会放弃 而且,他们今年季后赛也发挥出比平常更好的选球和缠斗能力 三阵率19.8%和保送率11.4%都比例行赛好上不少 这两项数据都进步代表他们勤收功课做的足 教练调度得宜 以及球员本身跟plan也要执行到位 是全队上下每个人的功劳 季后赛的得点圈打击率是相当不错的2乘7-8 虽然有些数据派认为得点圈打击率是个靠运气的数据 但球员毕竟都是人 绝对会受到气氛影响 因此得点圈打击率也可以视为团队气氛的展现 而且在到齐的比赛中 真的也非常少看到他们一片死急的样子 就算发生严重失误也不会过度沮丧 能够继续专注把接下来每个play做好 在休息室中 他们总是乐于彼此分享彼此开玩笑 庆祝动作看起来也是打从心底的喜悦 三位MVP巨星以及总教练Roberts也都没有架子 可以感受到是一支向心力非常强的团队 至于赛前大家最不看好的先发轮值 山本一整年的肢体语言都好像无法放松害怕被打的毛病 在季后赛获得队友给他信心后 也确实比较没那么绑手绑脚 连续绞出三场好投 而Buller就是个大赛型投手 他胜扬在季后赛的防御率仅3.04 在季后赛至少投1000球的现役先发投手中高居第二 甚至在面临背水战以及世界大赛中 防御率更是低到只有1.45 标准的大心脏投手 最后谈下大谷的加入能为球队带来什么化学反应 我们整理了以下四点 首先是打线的提升 大谷过去几年就已经是联盟中顶级的强打者 今年加入到齐后打击实力更上层楼 而且道理方面有显著的进步 让他达成50轰50道 这样的打者担任第一棒 毫无疑问是全联盟最可怕的核弹头 而且与贝茨和Freeman组成MVP三连线 更是让对手闪都没得闪 带给对手极大的压迫感 其实各位可以细评一下 关键纯撕裂这种伤势 比到齐如此专业的大球团 这次知道的也是相关伤势的超权威医师 Neil Alatrage 到齐极有可能在隔天造完MRI之后 就已经知道大谷的具体伤势 甚至可能在那天就已经排定季后开刀的时间 大谷也有在采访中透露 是邱团表明需要他 他自己也不想破坏士气 所以才以后续喝止同样撑三场比赛 由此可见 道齐方面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 大谷接下来实质贡献可能不多 但精神力方面的影响性却是不可多得 道齐更看重大谷上场能稳定军心 并多少压迫对方 有些人认为没有大谷那支三分炮 道齐会被教师直落山很少 除此之外 从这个开刀前后的细节 更能看出球队对大谷非具象的影响力也很肯定 另外如前述 这支球队本来阵容完整 却历经严重的伤病 导致不被看好 这让他们会更有一股想拼的劲 本来就具备任性的团队气氛值会更强 而这些在大谷为球队带来显著提升的关注度后 好的坏的都会被进一步放大 让他们更不服输 让他们更有任性 我自己认为 这尤其展现在从一而终不被看好的先发投手阵容上 除了一些继续面分析面的加持之外 就是以武器撑着磨着3800 还有牛棚步步为营一场一场赢下来 第二是提升凝聚力 有了大谷这位MVP球星加入 对道琪来说就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 而且大谷也非常亲切 没有大牌球员的架子 大家都喜欢跟他一起打球 加上最重要的 以大谷这种天分 而且也已经成就非凡的球员 还是能够每天努力练球不懈怠 也就是他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更能激励其他球员更加勤奋练习 也有助于提升团队凝聚力 第三是增强信心 道琪历年来在季后赛常常提前出局 可能多少会影响团队信心 但有了大谷这位超强MVP加入后 正中有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支最强的球队 这样的信念或许也是他们在季后赛 能有许多人跳出来贡献的主因 最后是商业价值 大谷身为日本人亚洲球员 对道琪来说无疑是大大开拓了日本以及亚洲市场 所以道琪今年收到的关注度也比往年更高 而道琪本来就是一支大市场球队 能受到更多关注对他们来说是更加提振士气的 即便到客场征战 他们也知道有许多球迷是在关注道琪 总结来说 自从2017年开始道琪几乎每年的阵容都很强 今年遇到的对手也相当强悍却能一路过关斩将 相信跟他们的团队气氛 以及强大的求生信念等都脱离不了关系 是靠着全队所有人的相信力 不放弃的拼劲 一步一步打造出来的冠军 我们下期待的冠军